醫護人員熟練的幫長輩們施打疫苗 基隆市超過1萬名75歲以上長者 從9月15號起到各區集中施打站 進行第二劑A力疫苗施打 三天下來全市施打率達84% 其中軟軟區施打率更破百 目前為止各區的施打率 第二劑集中施打的部分 都已經達到八成以上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軟軟區 軟軟區施打率是高達103.37% 最主要是軟軟區有一些 第一劑沒有施打的這些長者 在這一次集中施打的時候 也到現場來施打 這一部分我們都是集到集打來做服務 目前線五專及高中指以下 學生施打的BNT疫苗 基隆市政府公布接種疫苗調查表 接種疫苑率有90.4% 林二昌也逐一公布各校疫苗施打時間 在9月23日是二姓高中 有1795位同學要施打 接種的疫苑率是96.2% 在9月24日是軟軟高中以及光榮家商 還有二姓中學的國中部要接續的進行施打 9月28日是海大附中要進行施打 以及八斗高中還有百福國中以及基隆高中 中山高中安樂高中還有基隆女中的同學要進行施打 10月5號盛興高中的同學206位要施打 10月6號是盛興中學的國中部以及定內國中的同學 10月8號是中山高中的國中部有348位要施打 10月7號是經國學院有959位同學 施打議員率是89.96% 10月15號是中正國中548位同學 施打議員率是99.1% 10月20號是明德國中440位同學 最後是10月22號是正名國中有138位97.87% 接下來是暖暖高中的國中部221位施打議員率是74.66% 以及明傳國中1148位施打議員率97.87% 另外林歐昌也說明75歲以上長者施打第二劑莫達娜疫苗 將在9月22號公佈七區各里規劃期程 及分送通知單9月28號、9月29號開打 那這個T次呢 我們最主要是要針對7月9號以前 已經完成第一季莫德納施打的長輩 75歲以上的長輩 並且已經間隔滿10周以上的這些長輩 據了解 7月9號前接種莫德納第一季的75歲以上長者 共有5602位 牛昌提醒75歲以上還未接種第一劑 想要施打莫德納的長者 也可以在9月28號及9月29號 直接到集中施打戰施打疫苗 採取集到集打服務 記者張清澄金融報導 記者看到